我這邊講一下,就是我們錄影的時候,他預設會放在那個影片的資料夾 那到底在哪裡不知道的話,你可以從檔案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錄影 左上角那邊,所以您現在也可以開始按一下錄影 您就會看到他待會檔案是放在這個地方 好,有沒有 在這邊 他會預設會放在本機裡面有個叫影片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副檔名叫做什麼 有沒有叫MKV 這個格式可能不見得每一台電腦都可以播 那怎麼辦 OBS有內建 轉檔的那個功能 所以呢,如果您覺得 我不要用這個 請你來這邊,一樣剛剛那個位置 檔案裡面 你可以找到有沒有叫做重新封裝錄影 這個地方呢,他就可以幫我們把它轉換 轉換成 來,你看 我先來選擇 有沒有,這裡有三個點點 這裡 三個點點 你去選到剛剛那一段影片 然後呢,待會他轉換出來 就會變成這MP4 但是呢 這個 按下去 來不及喝咖啡 一下就好 呵呵呵 好,所以他速度很快 你也可以批示的 我錄完了好幾段,我就再一次轉 這樣就好 那所以 你看我們回到剛剛那個資料夾 他會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所以您可以發現 有沒有一個已經變成MP4了 一個就是原本的MKV 那這樣子的話呢 您用MP4應該是您在使用上就比較方便 要轉檔,要分享 都可以 這個部分 這樣,老師還沒有問題 有沒有 所以 老師如果準備了藍綠幕啊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去用 事實上錄影的效果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那第二個呢,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 沒有這個怎麼辦 沒有這個 可不可以變成圓圓的 我上課偶爾也會變圓圓的 來,您看一下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我的虛擬攝影棚教材裡面 有沒有一個是圓圓的 這裡 有沒有,圓形遮罩 我們在OBS裡面 也可以套用這個 也就是說我現在背景 我不管他了 我就 只要套圓圓的就好 因為遠遠的 你接入了背景資訊就比較少 對不對 好,所以您可以把這張圖片把它下載下來 這張圖 好,您往上 就是 進我那個 這個 資料夾 就會看到 我們剛剛是有進背景啊 PNG透明 你都不要,你就往外 回來,你就把這個 把它下載下來 好,我把它存起來 好,我把它存起來 那我存起來之後呢 我們來試看看喔 在這裡 您現在都沒有綠幕對不對 OK,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針對我的這個視訊截取 好,我也不要做裁切的 我都把它 還原 好 你把它拉回來 好,這個是我原本的原始畫面 那我現在呢 我就要針對它 一樣是用濾鏡 一樣是用濾鏡 所以我找到這個位置 來 你的視訊裝置 點一下濾鏡 好 現在 我暫時把剛剛的色度鍵 我把它關掉 因為我暫時不需要了 你可以就是眼睛關掉就好 它就不套用那個效果 好,那一樣我來加號喔 來這邊做加號 加號這一次 由上面算下來 第4個 1 2 3 4 欸 不好意思 最近它多了一個 要變第5個 有沒有上面算下來第5個 剛剛是下面算上去第4個 我們就是要影像遮罩 所以你按一下這個 好 一樣它說給它一個名稱 你按確定 那我現在呢 就來告訴它 我現在 這裡 類型我要轉換一下 因為我那一張是有去背 那一張是有去背的 所以 請它幫我用 Alpha遮罩 但是後面是Alpha通道 這個 這個 你要選這個 好 那選好的你就可以去按瀏覽 去找到剛剛你所下載的那張圖片 好,你看我剛剛下載的是在這邊 我在這裡 剛剛下載的 在這裡 圓形遮罩 好,過頭了 在這裡 所以 這一張不用丟進來喔 我是用這樣去選的 有沒有圓圓的 有沒有這樣遮住了 如果你這裡沒有選 你用它的預設值 有沒有完全不見了 因為我這張圖片其實已經有去背了 所以你就直接用它圓圓的 那這樣子您可以看到在這裡 有沒有就圓圓的 這樣是不是也OK 好,所以 你沒有去背沒有關係 也可以像這樣子去使用 那我就來這裡 按下 關閉 這樣就有囉 是老師就可以自己 調整位置大小 因為遠遠的我們 接入的資訊比較少 就變得 看到裡面的 就是圓圈裡面的東西為止 但是 不會說就是場景那麼快就被辨識出來 這在哪裡拍的 哈哈哈哈 好,所以這個效果其實也是可以的 這樣OK嗎 好,那當然形狀老師也可以自己改啦 你要變愛心啊 什麼的都可以 好,只是說圓形的 當然是比較常見的一個做法這樣子 好,所以 經過這樣子兩輪 就是不管老師你是要用藍綠木去背 還是用這個遮罩 其實效果都 算是OK的 那 如果好了,老師你就可以像我剛剛 一樣,先測試一下 有沒有 先開始 錄示 那如果好的,你就按停止 這樣就好了 好,這樣就把你一段就錄起來了 不過我們順便提一下 OBS他本身 目前 是沒有提供 剪接的功能 所以你還是必須要搭配其他的軟體 去做剪接這樣子 對對對 這一塊是 他目前 比較沒有提供這樣的工具 好